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偶和孩子也可以用TD签证在美国来生活上学 那么在我们的听众里面估计出生在中国 先到了墨西哥 拿到墨西哥国籍 再到美国的恐怕很少 先移民加拿大 拿到了加拿大国籍 然后又用TN签证或者准备申请TN到美国来工作 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 办理了加拿大身份 在北美生活还是有很多吸引力 若干年以后 因为考虑到在美国毕竟人口更多 经济总量更大 很多人会愿意到美国来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 事业发展 子女上学等等 就可以在美国考虑用TN签证工作 那么TN签证是签证 不是永久居留 长期要待在美国很多人还是会考虑要办理律卡 我们认识的人 包括我们的客户也有很多像这样 那么TN签证和H1B等等常见的工作签证比有优点 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优点比如说你不需要抽签 然后还可以为不止一家雇主来工作 当然了都要为你申请TN 然后没有时间限制 这个时间不像H1B一样 有六年的限制 你可以理论上无限制的延期 那么这都是TN签证的优点 比较灵活 在边境就可以申请 要的材料也比较少 审批比较快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TN签证和H1B签证也有不同的地方 它算是非移民签证 另外理论上说呢 是不直接允许移民请下带来移民的福利的 另外呢 说到这个绿卡申请 我们在这里呢 强调一点 大家知道呢 绿卡排期等等 拿到绿卡的时间 等待时间 是根据你的出生地来算的 当然如果配偶 比如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 那也可以按照配偶的出生地来计算 但是呢 不是按照国籍 所以有的来自中国 印度等等的申请人 先移民了加拿大 拿到了加拿大国籍 这个很好 在办理美国绿卡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backup 但是呢 在等待时间上呢 没有改变 因为你的出生地还是中国大陆 TN签证具体办理绿卡途径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里讲一下 此前呢 我们写过文章 也有视频 从J1签证到绿卡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里讲到是从TN TD签证到绿卡的过程 简单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和其他签证的持有人一样 比如说可以通过EB1 NIW PORM等等 或者是自主申请 或者通过雇主支持来提交申请 都可以拿到美国绿卡 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如果说从好的地方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TN签证能拿的时间长 比较灵活 等待绿卡期间 马照跑 武照挑 可以在美国工作 没有什么限制 那么有些人呢 会担心说 我拿TN签证提交的绿卡申请 这不是非移民签证吗 会不会影响我更新TN签证 实际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呢 一般来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呢 TN签证 比如说你要换雇主 或者是你要延期 可以像H1B一样的提交I129来办这个手续 或者呢 你也可以像第一次申请TN签证一样 出境 离开美国 然后在美加边境呢 你提交文件 再拿到新的TN就行 有人就担心说我已经提交了绿卡申请了 会不会影响我的TN的办理啊 观察和经验呢 是不会的 这个具体来说怎么解释呢 比如说有一些申请人呢 用的是领事处理 办的移民签证 因为加拿大离美国比较近嘛 但你此前已经有加拿大的定居的身份了 然后出境呢 去办这个领事处理并不难 关于具体领事处理移民签证呢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了解更多 那么这个有什么优点呢 这有一个法理上 逻辑上的一个解释的办法 就是说呢 你移民倾向是一个比较general笼统的说法 那还要看呢 是什么时候的 具体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入境的时候 你有没有移民倾向啊 那要看问的是什么 是我当前 现在这个移民倾向 还是将来想办这个移民啊 就会是 这个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我已经办了绿卡申请了 可是我还在等排期啊 排期还没到啊 我这一次进美国 不是说明天后天马上就拿到绿卡了 我这一次离开美国再回来 只不过是个人的旅行 大家知道TN签证有效期以内 出入境比较容易 或者呢 我离境再回来 只是为了延续我的TN签证 我这一次进入美国 并不准备 根据这一次旅行就拿到绿卡 那你什么时候拿绿卡啊 我已经准备将来 比如说办这个领事处理 移民签证 我离开美国 最后有一次会用移民签证入境 然后领取绿卡 在那以前呢 我这一次用TN入境 只是临时性的 所以呢 并不是入境以后 我就准备变成移民 现在我用TN签证来 我在美国待好几年 在美国工作 这个呢 仍然不改变临时性的性质 这样呢 是一种办法 当然你也可以在美国境内提交S85 提交S85以后呢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啦 你等到排期到了的时候 可以一直待在美国 等拿到绿卡再离境 或者你也可以用我的Vance Pro来离开 那么总体来说吧 就是像这样 所以呢 这个入境时的移民倾向和将来的是不一样的 目前的移民倾向和将来的移民的机会 是有这个法理上的区别的 所以总体来说嘛 不管是拿TN签证 还是TD签证 应该呢 都是可以在美国申请绿卡 然后转换身份的 没有关系 那么像前面提到呢 绿卡申请嘛 大家知道分成两步 第一步是140 这资质 第二步呢 也可以办S85 或者既然加拿大距离美国也会有安民可以回到加拿大 然后呢 完成移民签证的手续 像我们前面讲到了呢 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数量也很多 其中呢 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考虑到工作机会 事业发展 上学等等 愿意呢 到美国 然后申请美国绿卡 这个呢 作为已经在加拿大的移民 还是有这个优势的 如果你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你可以申请TN签证 如果你只有加拿大的枫叶卡 你可以申请H1B签证 当然了 你入籍以后呢 除了TN 你也可以办H1B 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两种签证 各有利弊 总体来说呢 你拿TN签证 加拿大国籍在美国工作 并不影响办理美国绿卡 我们生活中认识的朋友 以及呢 我们的客户也有很多是这样 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